第一条,耕地之租店,依本条例之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耕地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约定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不得增加 前项所称主要作物,细指依当地农业习惯种植最为普遍之作物,或实际轮值之作物,所称正产品,细指农作物之主要产品而为种植之目的者 第三条,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应分别设立耕地租店委员会 但乡、镇、市、区、公所、辖区内地主、电农户数过少时,得不设立,或由树乡、镇、市、区、合并设立耕地租店委员会 前项委员会电农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地主与自耕农代表人数之总和,其组织归成,由内政部、直辖市政府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 乡、镇、市、区、公所未设立耕地租店委员会者,其有关租店事项,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耕地租店委员会处理之 第四条,耕地主要作物证产品,全年收获总量之标准,由各乡、镇、市、区、公所耕地租店委员会 按照耕地等则评议报请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耕地租店委员会评定后,报内政部被查 第五条,耕地租店期间,不得少于六年,其原约定租期超过六年者,依其原约定 第六条,本条例施行后,耕地租约应一律以书面为之 租约之定例,变更,终止或换定,应由出租人会同乘租人申请登记 前项登记办法,由内政部、直辖市政府拟定,报请行政院和定之 第七条,地租支数额,种类,橙色标准,缴付日期与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应于租约内定名,其已实物缴付需由成租人运送者,应继承给费,由出租人负担之 第八条,承租人应按其缴付地租,出租人收受时,应以检定合格之粮器或横器为之 第九条,承租人于约定主要作物生长季节改种其他作物者,仍应以约定之主要作物缴租 但经出租人同意,得依当地当时市价折合现金或所种之其他作物缴付之 第十条,依照本条例及租约规定缴付之地租,出租人魔阵当理由拒绝收受时,陈租人得平村里长及农会证明,送请乡,镇,市,区,公所代收 现出租人于十日内领取,与其得邮箱,镇,市,区,公所斟酌情形,照当地当时市价标受保管,其效力与提存同 第十一条,根地应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制农作物欠收时,陈租人得请求乡,镇,市,区,公所根地租店委员会查看欠收陈述 亦定减租办法,乡,镇,市,区,公所根地租店委员会应于三日内办理,必要时得报请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根地租店委员会复刊决定之 地方如普遍发生前向农作物欠收情势,乡,镇,镇,市,区,公所根地租店委员会应及刊定售灾地区欠收陈述,报请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根地租店委员会议定减租办法 耕地因灾欠制收获量不及三成时,应与免租 第十二条,成租人之农舍,原由出租人无条件攻击者,本条例施行后,仍由成租人继续使用,出租人不得及此拒绝或收取报酬 第十三条,成租人对于成租耕地之特别改良得自由为之,其特别改良事项及用费数额,应以书面通知出租人,并于租店契约终止返还耕地时,由出租人偿还之 但以为失效能部分之价值为限 前项所称之耕地特别改良,细致于保持耕地原有性质及效能外,以增加劳力资本之结果,致增加耕地生产力或耕作便利者 第十四条,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及收取押租 第十五条,根地出卖或出典时,臣租人有优先承受之权,出租人应将卖点条件以书面通知臣租人,臣租人在十五日内为以书面表示承受者,视为放弃 出租人因无人承买或受典而再行贬价出卖或出典时,仍应照前项规定办理 出租人违反前二项规定而与第三人定立契约者,其契约不得对抗承租人 第十六条,承租人应自认耕作,并不得将耕地全部或一步转租于他人 承租人,承租人违反前项规定时,原定租约无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种或另行出租 承租人因扶兵一致耕作劳力减扫而将承租耕地全部或一步托人代耕者,不视为转租 第十七条,耕地租约在租店期限未见满前,非有佐劣情形之一不得终止 一,承租人死亡而无继承人时 二,承租人放弃耕作权时 三,承租基欠达两年之总额时 四,非因不可抗力继续一年不为耕作时 五,经依法编定或变耕为非耕地使用时 一,前项第五款规定,终止租约时,处法律另有规定外,出租人应给予承租人佐列补偿 一,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费用 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价值为限 二,尚未收获农作物之价额 三,终止租约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减除土地增值税后余额三分之一 第十八条,耕地租约之终止,应于收益季节后次其作业开始前为之 但当地有特殊习惯者,依其习惯 第十九条,耕地租约其满时,有佐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 一,出租人不能自认耕作者 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者 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指成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者 出租人为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得收回与其自耕地同一或临近地段内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项第二款规定之限制 出租人依前项规定收回耕地时,准用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补偿成租人 出租人不能维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一项第三款情事时,得申请乡,镇,市,区,公所耕地租店委员会予以调畜 第二十条,耕地租约于租其届满时,除出租人依本条例收回自耕外,如成租人愿继续成租者,应续定租约 第二十一条,出租人已强暴,胁迫方法强迫成租人放弃耕作权利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二条,出租人有佐劣情形之一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一,违反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终止租约者 二,违反第十九条规定收回自耕者 三,违反第二十条规定拒绝续定租约者 第二十三条,出租人有佐劣情事之一者,储居易或科四百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金 一,违反第二条规定超收地租者 二,违反第十四条规定预收地租或收取押租者 第二十四条,成租人违反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者 储居易或科四百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金 第二十五条,在耕地租其届满前 出租人纵将其所有权让点与第三人 其租点契约对于受让受点人仍继续有效 受让受点人应会同原成租人申请维租约便根支登记 第二十六条,出租人与成租人间因耕地租店发生争议时 应由当地乡、镇、市、区、公所耕地租店委员会调解 调解不成立者,应由直辖市或县 是,政府耕地租店委员会调触,不服调触者 由直辖市或县 是,政府耕地租店委员会移送该管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应集训于处理,并免收裁判费用 前项争议案件非经调解 调触,不得起诉,经调解,调触成立者 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耕地租店委员会给予书面证明 第27条,前调争议案件 经调解或调触成立者,当事人之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 他造当事人得竟向该管司法机关生请强制执行 并免收执行费用 第28条,本条例之规定 于用店权之更地准用之 第29条,更地一农业发展条例规定经营者 从其规定 第30条,本条例之施行区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31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第30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第30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